我們今天假如給他一個2015年的12月 比如說這個地方年的部分給個下拉清單 我希望能夠做個下拉清單 然後讓他可以去下拉就是說 前幾年或未來幾年 然後呢月份的話呢 總共會有一到十二月 讓他也是下拉清單 所以這邊會有兩個下拉清單 那下拉清單做完之後的話 他會自動幫我把這個一有沒有 放在禮拜二的位置 一直往這個地方跑 跑到哪裡呢 跑到31的位置 31這邊 後面呢就不顯示了 後面就不要顯示了 OK 那就是也是跑出類似像 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也就是說 你如果換下個月 比如說我今天 日期更改的話 比如說改上個月 那這個上個月是禮拜一在第一個位置 那就直接就放在第一個位置 也是做出來 那31天 就放31天 也就是說我今天 可以下拉清單之後 自動產生他每一個月正確的那個起始日跟總共有幾天的位置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方法部分的話 當然有兩種 一個是這個用函數 用公司來做 一個是用VBA來做 兩個部分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們先要解決幾個問題 第一個 就是1到這邊有1 一天到42好了 比如說這個我今天要做出一個表格 是1到42 這邊怎麼可以做出1到40 比如像下填滿它能夠產生1到42 那請各位想一下 那請各位想一下就是說如果我今天需要產生一個表格是1到42 的數字的數字喔 然後這一題喔 假如考一個題目就是說請各位產生一個1到42的表格 用什麼 用兩個函數喔 這邊不是用VBA 用函數 函數部分是column column可以產生1到7嘛 可是他下來還是1到7 那這個時候需要用到Row Row的話是決定什麼 決定他的倍數 加多少 比如說他總共7嘛 那就是7的幾倍 比如說第一次一定是加7的0倍 沒有加 第二次一定是加7的1倍 所以是8 第三次加7的2倍 2倍的話那就是14嘛 這個應該就15嘛 對不對 沒有問題 再加7的3倍 那就是21 21再加1 22 有沒有 一時類推 那你要怎麼樣用兩個函數喔 column跟Row 幫我完成一個表格 OK 這裡的話先想想看好了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1到7 那如果用那個column的話 其實插入函數喔 可以用什麼 檢視與參照 應該還記得吧 他在參照這個 這個類別啦 他因為檢視跟參照放在一起 OK 那column按確定 那參照呢 他的目前的儲存格 所以是11嘛 回來是11 按確定 那如果你向右填滿 跟向下填滿 其實他都會1到7 為什麼 因為無論哪一籃 他 他只會管你的 無論哪一個儲存格 他只會管你的籃 不會管你的列 那後面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 需要一個訊息 加上什麼 倍數 那可以再插入一個Row Row很短 自己打好了 小瓜糊 然後這個Row的話呢 必須先減掉 他現在所在的列號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列號 等一下會增加 變4變5 所以 減掉表示是0倍